疫情期间 有上千名外籍人士留守在厦门 与大家并肩战役 他们不仅见证了中国的防疫速度与力量 也感受到在厦门制作高素质高颜值的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人民的团结一致 种植成城 当前 疫情在全球蔓延 这些外籍人士也积极将中国的防疫经验 传递到世界各地 扎根厦门12年的丹麦人杨博毅 向我们展示着他上个月底拿到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杨博毅说 厦门有力地防控举措和社区的贴心照顾 让他这个老外不再见外 安心留在这里共同抗疫 为了表达对社区的感谢 杨博毅还托人采购了500个口罩 捐赠给社区工作人员 最近欧洲疫情形势严峻 杨博毅也常常与欧洲的亲人朋友通话 跟他们分享在中国的防疫见闻 特尼斯来自南非 在中国生活了六年 近两年开始在厦门担任英语外教 疫情爆发后 他看到中国政府防控疫情反应迅速 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湖北 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这让他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自觉居家隔离 如今 特尼斯也加入了云复工的大潮 每天通过网络授课继续教学 看到中国还向世界其他国家伸出援手 这让特尼斯觉得感动又敬佩 现在我看到 当疫情发展到全球 中国是做的一样 为了世界 中国是支持其他国家 传病人来帮助理解 解释识的疫情 帮助理解释识的疫情 所以它是美丽的看到 什么在中国在中国 现在发生从中国到世界 的灵略 我们在这个时候 一直回應得说 届留没是避免 它是安全的 不能够 我们在这边开始发展 感谢舒服大力 是健康的 是健康的 每个人扔了 穿上衣服的 肝卖手 手 没有谁 有几多个人一起在一个地方 中心 把铁魚打斤 把铁魚打斤 一 二 四 四 三 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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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四 五 四 四 六 四 五 四 五 四 四 五 一 五 五 五 四